这个房子就大涨 所以各位就是台积电来了之后 这个房子变成2000花涨了一倍 现在是金钱补偿的时间点 是什么 是遗产死亡时的时间点去估价 还是股地公告现实的财产去算的 好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个部分 其实是可能都是台积电惹的货 那么这个就是有牵涉到说 这个不动产的价值在法律上 他因为不动产价值的一个变更 对法律上的一个影响 我举一个例子来看 就是说贾他当初就是他娶了一个太太 这个太太当时跟他的前夫 就已经有生了三个小孩子 乙丙丁这个情形 那这个前夫往生了以后 这个太太就跟这个贾结婚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共同努力在生活 就买了一个房子 房子买的时候也大概几百万 所以就登记在太太的名下 那后来不幸这个太太往生了 好那各位 这个太太往生死亡的时候 就会产生什么状况 就是说夫妻他在共同努力的时候 就是婚后共同努力而得到的财产 那么这个情形的时候 财产比较少的人 可以跟比较多的人要差额的一半 婚后的财产如果不是共同努力来的 就是变成是从继承而来的 或是赠予而来的 或是先生不乖被太太抓到 然后把财产赠给太太 那这个时候都不能够拿到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不是共同努力得来的 所以他不纳入离婚或是死亡 或是财产改用分别财产制的时候 他不纳入这一个夫妻共同财产的 一个联合财产的分配 那共同努力来的财产将来才可以去分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就会变成说 他们这个太太往生了以后 这个继承人就是这四个人 就是他的现任的先生 还有他三个小孩 那么我们假设说 当所有的财产都是这一个房子 所以他们是假设在110年的时候 是这个太太死亡 这个110年太太死亡的时候 就发生了所谓的继承 那也发生了所谓的夫妻财产关系消灭的这种情形 那夫妻财产关系消灭 在我们的法律上就要先算夫妻的部分 所以先算夫妻财产的分配 所以就变成说 假可以从这一个遗产的部分 在计算这个财产的时候 先拿走差额的一半 那么这个案子是这个先生 名下都没有登记任何的财产 所以他就来跟法院要求说 在分割遗产的时候 我要先拿一半走 剩下的一半就是四个人甲乙丙丁 四个人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这样分 那本来这件事情应该是也没什么大的争论 可是各位 这个东西因为谈不拢了 因为谈不拢 他们在这边的小孩子认为说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不应该得到这么多 那就他来讲他认为说 这个是我们共同打拼起来的 应该我还要拿更多才对 所以这个其实大家各有立场 所以到了法院去了以后 就是变成大家在分割遗产 那么在分割遗产的时候 这个先生就主张民法 一千零三十条之一 我财产要先拿一半 剩下的我们再分 好了各位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个事情 就是说第一民法一千零三十条之一 我所谓的婚姻关系消灭的时候 所谓的先拿一半 是先拿什么 是先是拿钱呢 还是拿物 这个部分的话呢 这个法律啊 他是说呢 民法一千零三十条之一 夫妻婚姻关系消灭 财产关系消灭 死亡啦 离婚啦 或是改用分别财产制啦 这个法律关系消灭的时候呢 他拿一半 拿的是什么 钱哦 不是拿二分之一哦 不是他房子先过二分之一 这这线下的二分之一 再乘以十分之几这样哦 不是哦 是先是拿钱 那因此各位呢 拿这个钱呢 就有钱要怎么计算的时间点 那这个计算的时间点是什么呢 各位这个法律上规定 有财产关系消灭 联合财产制关系消灭的时候 那这个消灭的时候呢 如果是两兆协议离婚 或是死亡时消灭 或是婚姻关系消灭 就改用分别财产制 民法一千零一十条的这个部分 他是消灭的时候的价值 那么如果是裁判离婚 法院裁判离婚的时候 那一个离婚诉讼可能打了好几年 他是以起诉时呢 作为这一个衡量 这一个当时财产的价值 那所以呢 各位当初呢 这个房子呢 当初买可能五六百万 在这一个太太死掉的时候 是一百一十年 这个房子变成一千万 好了各位那变成一千万 那我们以死亡时呢 就是说财产的价值 所以就变成一千万 所以各位呢 他拿一半呢 就是可以拿五百万 那拿五百万的价值的时候 应该剩下的各位 是这个房子留下来 所以就会变成他拿五百万的价值的时候 就变成这一些人呢 就是这个继承遗产的人呢 是要给他五百万 但是要扣掉他本身的这个十分之一的部分 所以各位呢 这个是拿五百万 那房子就是变成乙丙丁呢 除了扣掉这个甲乙丙丁 那因为甲本身又可以拿 所以这个情形的时候呢 他就是这三个人要负担的 就是扣掉一百二十五万 那么再扣掉一份呢 就是一百二十五万乘以三 这个情形呢 要给对方呢 所以他给的是钱而不是东西 那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房子呢 就会变成载油甲乙丙丁呢 来继承来分割遗产 那这里面呢 就产生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那各位呢 是什么事情呢 这个东西呢 大家在法院呢 搞了很久 所以当时呢 大家就在那里一直协商 这个甲呢 他也不太甘愿 那乙丙丁也不太甘愿 所以在法院呢 他就一直拖 甲呢 当初呢 他认为说扣掉了以后呢 我只要给你每一个人 大概就是九十几万 因为扣掉商账会等等 所以他认为说 这个房子我全吃了 全归我甲 然后呢 你们还要给我五百万 然后呢 我还要给你们三个人的钱 所以这个就是金钱补偿 但是各位呢 光为了这个要给这一些人呢 一百万或是九十几万呢 这个甲也舍不得 那乙丙丁当然要争取更多 所以可以在法院呢 就搞了个这样的事情 也可以搞了个三年左右 那各位呢 这个三年啊 刚好就是台积电 他们在这个死亡时 台积电还没有来 那么台积电要在高雄设厂 整个房子就大涨 所以各位呢 就是台积电来了之后呢 这个房子变成两千万 涨了一倍 哇 各位 那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事情 就变成当初呢 这个房子是遗产 这个配偶可以拿走一半 拿走的一半是算钱的 那他计算的时间点是什么 110年死亡时 所以他只能拿走五百万 那各位 如果在110年 大家去分财产的时候 这个事后是这个五百万 大家四个人再分 各125万 可是各位呢 现在这个遗产还没有分割啊 所以就变成这个财产 拿走五百万的时候呢 我还剩下1500万 四个人分 所以一个人呢 就会变成将近可以分到 乘以四分之一嘛 每一个人就可以分到上百多万 那在这个之前的话 如果是以五百万来分的时候呢 拿走 我这边一个人是拿125万 各位差了两倍多啊 所以呢 本来他们要和解的 我一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我就突然 我就赶快阻止了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乙丙丁呢 他们感觉到说 现在房子涨价了 我怎么还可以用 110年的部分跟你分呢 结果那个先生就讲说 你遗产在分割的时候涨价 你说你要多分 我为什么不可以用2000万 这个是2000万 我先拿1000万走 剩下的1000万 我们四个人在分呢 可是各位呢 法律的规定却是如此 它规定夫妻关系消灭时 夫妻财产消灭时 它的价值的衡量呢 是以婚姻关系消灭时 协议离婚时 死亡时 改用分别财产制时 那么如果裁判离婚时 起诉时 全部都是最接近 以婚姻关系消灭的那个时候 各位有时候 我们的遗产呢 都隔了好多年 再进去分割 简单讲 遗产的分割 我们就是原物分割 把它割成 大家都四分之一 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最高法院说 哎呀 尽量哦 让这个 把它变成单独所有 不要再共有 创造两次共有 好了 那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 那就好 那就依照这个案子的话 这个先生讲说 这个是我跟我太太 打拼起来的房子 我想要这个房子 我跟他有感情 所以我原物分割 那我用钱 金钱去补偿别人 所以各位 这个在民法824条的第三项 这个有规定金钱补偿 现在是金钱补偿的时间点 是什么 是遗产死亡时的时间点去估价呢 还是国税局的那个 那个遗产清测 那个是用土地公告限制的财产去算的 去估呢 还是应该在 好 我们是好几年后才在估的这个情形 所以各位 我们这个问题就卡到说 这个金钱补偿要以什么 各位 大家东马是想说是分割死 分割的时候 才是金钱补偿的价值啊 不然大家都是抢啊 那你如果都给它改成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那将来拿来卖 或是用多数据的土地公告34条 去把它整个卖掉 那这个大家没话讲 但是如果你要金钱补偿的时候 它就牵涉到 我到底要补偿它多少的计算时间点 所以各位 这个时间点就是 应该是分割死的价值啊 那当然最高法院他有讲说 哎呀这个东西呢 到底是应该以死亡时的那个国税局的那个遗产清测的那些价值来算呢 还是要以分割死来算 这个呢要看情形 但是呢 我们在共有物分割的时候 最高法院认为是分割死 也就是分割的延迟辩论中结石 所以各位呢 这种案子呢 在共有物分割或遗产分割的时候 你一拖久了 一个遗产可能割个两年三年的时候 各位 这个土地房子一直涨 你要补给对方的钱呢 会变得更多 所以我们就碰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最近来都碰这样的事情 这个都是台积电来之前呢 我们找估价师去估价 说呢 这个房子通通给你 所以我应该要补你多少 估价师这样估 各位 但是台积电来了之后呢 法官还没有判决确定 一审二审三审 我就有一个案子呢 这个是110年估的 但是这个案子一直拖 拖到112年 那呢 到113年的时候 法官要做最后的延迟辩论终结了 那我跟他报告法官 现在这个土地公告限值 在113年的时候 1月1号调整了 公告限值又涨了 土地又涨了 所以土地的公告限值涨了 那么我们最高法院 又以延迟辩论终结时的土地做价值 所以这一份110年估的估价报告不能算 要重新估价 重新鉴定 来说共有人之间应该如何金钱招补 所以这个案子就可以让各位看到说 因为法律规定的不同 还有时间的不同 土地涨价了以后 它的影响竟然是不一样的 所以各位有时候人生 它很难说 很多的事情 你到底是要尽早的决定 像这个分割共有物金钱早补 你赶快决定 那么不会让这个一直涨价 所以我补它的钱变少 那各位那就另外一方面来讲的时候 我想要拿多一点补偿会的我就拖拖拖 所以这个每一个人的立场实在不太一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判断的时候 你必须要对这个法律 还有你对这个部分你要清楚 这个是民法1030条之一 它所呈现出来的问题 所以各位这个案子 如果在这个他们死亡的时候 他就拿500 那他这个剩下的500 这是他只要补他 根本就补不到 扣除那个的话 补不到一个人补不到100万 可是现在的话 变成他拿走 他只能拿走500万 那么这房子涨价了 剩下的1500 每一个人四分之一 所以就变成300多案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 他们当然不愿意和解 那么对这个先生来讲的话 他也觉得很冤 可是没办法 法律就是这样子的规定 所以这种情形的时候 要请各位了解